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炎帝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我們這一週來到了成都地區之後 成都地區的首支團體戰寶可夢選擇是炎帝上場 炎帝對於各位玩家應該算是非常熟悉的 他在之前的電影裡《結晶塔的帝王》中有當任主角 當然那隻炎帝是未知圖騰所創造出來的炎帝 而不是真的炎帝 不過之後的動畫或者是電影版都有出現炎帝的一些蹤跡啦 但是我們今天要跑路的是Pokemon GO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吧 炎帝屬於第二代的傳說寶可夢 是純火系的一隻神獸 然後他武士的CP在3926這個算是蠻高的 純火系的他弱點少抗性都算是不錯 而且你可以看到三維素質的部分 攻擊算是蠻高的 在防禦跟耐力總和加總起來 坦度也是蠻優異的 完美的符合神獸應該要搶的概念 但是招式組合卻有點尷尬 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小招跟大招裡面都是火系居多 就只有一個鐵頭是之前有一次改版中獲得的 在原本的情況下 他只有火系招式根本是沒有辦法反打他自己所怕的弱點 所以他在對戰中出場的機率不高 雖然在國外排行榜中有62名在大世界盟的部分 不過應該很少玩家會把炎帝拿出來 主要原因在於龍系太多 龍系能抗火的關係 炎帝的傷害打不出來的情況下 他就會變得非常尷尬 以至於其實我們這個炎帝在大世界盟出場機並不是特別高 不過我們還是列出來在右手邊 如果在大世界盟如果看到炎帝的話 拋棋亞、蓋歐卡、顧阿多、烈阿魯莎以及暴力龍 算是針對炎帝非常好用的角色 但不僅在招式上有優勢之外 本身的抗性又能夠打炎帝所以是不錯的 當然除了對戰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團體戰的部分 如果你是要打目前團體戰的炎帝的話 你可以拿水系、岩石系及地面系的寶可夢去打炎帝都是不錯的 不過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本身有火的招式 所以你派出水系或者岩石系的時候都能夠抗火 但是要稍微小心 如果炎帝本身的大招是鐵頭這個鋼系的招式的情況下 岩石系的寶可夢基本上是會重傷的 而地面系本身是沒有抗火這個體質的 所以我們要打炎帝的話 最好都是使用水系寶可夢 不僅傷害打得出來 坦度又能撐得住 是團體戰打炎帝最好的屬性 但是我們如果不考慮坦度的問題的話 當你有幫大家整理出目前打炎帝傷害最高的寶可夢 分別從我們左邊開始 超級水劍龜、戰錘龍以及蓋歐卡士前三名 至於這三隻寶可夢裡面有非常高等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比較親民的超甲狂擊跟劇前線 或者是之前有出現過的帶大基翁 也是一個岩石系打火系非常好用的角色 再來是炎帝本身是一個純火系的寶可夢 他並沒有被任何屬性雙克的情況下 加上他的坦度非常之卓越 所以我們這邊極限挑戰人數最低是兩人 至於如果你是要打路人團的話 建議是六人以上我們再開團 會打炎帝比較輕鬆一點點 然後我們來詳細看一下炎帝本身的屬性吧 他算是一隻純火系的寶可夢 火系就是會被地面、水跟岩石刻到 這三個屬性其實在大神盟蠻常遇到的 像是顧拉多或蓋歐卡都是這兩個屬性 加上還有一隻超甲狂犀 又有地面跟岩石算是炎帝最不想遇到的對手 然後這邊雖然沒有列出來 其實炎帝也蠻怕龍系 因為龍系我們用火系的招式打他是會減傷的 所以炎帝在大神盟只要避開地面、水、岩石以及龍系的話 基本都能打出不錯的傷害 就能發揮出炎帝本身體質上的優勢 加上自身的抗性多達6種 在對抗其他角色的情況下就會變得比較輕鬆一點點 所以炎帝基本上來說還是要挑對手才有辦法上場的一個角色 再來我們從炎帝的PVP招式數據看起 從小招的部分 火焰牙跟火焰漩渦是炎帝的小招 火焰牙是一個威力比較高的招式 但是蓄能比較弱 火焰漩渦則是有威力也有蓄能 所以整體上來說炎帝是用火焰漩渦會比較好 除非你真的是打穿火焰牙的單點傷害去點爆對手 不然火焰漩渦的續能表現上來說 配合大招會比起火焰還好用 再來我們來看大招的份 炎帝有非常做火系招式 除了很多角色的專武招式 或者是氣象球沒有之外 基本上都有了 然而火系的大招一直有一個缺陷 就是能量需求太高 你可以看我們炎帝所擁有的火系招式 最低能量的竟然是50點的續能宴席 續能宴席的話 我們用火焰漩渦至少要發動5下才有辦法出招的情況下 炎帝就會變得非常仰賴盾以及在戰場上的時間點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還有一招過熱這一招 過熱這一招算是一個打賴跑的招式 DP打到2.36是非常驚人的傷害數據 但是你放出來之後會有100%讓自身的攻擊下降兩階 所以放完基本就要落跑 所以如果炎帝的大招你可以選擇過熱或者炫煙息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至於第二招的部分 玩家是可以選擇鐵頭 然後來打岩石系 然後還有妖精系也是不錯的 不過如果你真的不選擇鐵頭的話 你甚至可以用過熱加炫煙息 你先放一個炫煙息 人家以為你就在新人驗息的情況下 你第二下放過熱他當場就會倒地了 這樣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心理戰打法 所以炎帝的大招看要配兩個火系 或者是火系加鐵頭都是可以的喔 好我們看完炎帝的基本數據之後 我們開始來比較一下吧 從高結盟看起 高結盟的話 目前拿出鳳王、噴火王及火爆獸 來跟炎帝進行比較 我可以看到 炎帝雖然有不錯的HP 但是防禦偏低啦 所以丹尼是認為 鳳王本身他擁有的防禦跟HP 是稍微佔優一些些 至於攻擊的部分 因為我們噴火王跟火爆獸其實在體質上來說是相同的 他們兩個在攻擊都是有贏過鳳王跟炎帝的 但是玩家應該在對戰中非常知道啦 坦度是比起攻擊來說好用許多 而且鳳王跟噴火王和火爆獸只差了10點的攻擊 整體在對戰中是沒有太大的差異的 所以論體質的話 丹尼是認為鳳王應該稍微略佔優勢啦 至於招式組合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擁有燒勁這一招 其實是在火系裡面非常之強力的 在新人表現上是比火焰漩火好 至於大招的部分 當然是比不上我們這個火系則御三家擁有的爆炸鏈啦 所以如果論火系招式的話 丹尼是比較認為 稍盡配置爆炸鏈則火爆獸 會比起前三隻而言 在火系的傷害面上更加優異 所以在體質的部分我們是鳳凰營的 在招式的部分是火爆獸在高階盟比較強 炎帝剛好介於一個中間值比較尷尬 所以很少人會在高階盟使用炎帝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再來大招聯盟的部分我們就不跟非神獸的寶可夢比較 因為體質上來說還是有段落差 我們就直接拿爺帝鳳王萊希拉姆 以及這個席多蘭恩 五十一等的情況下來比較看看 到底誰比較強 從攻擊力來看是萊希拉姆的攻擊力最高 不過因為萊希拉姆本身是很少配置火系招式在大招聯盟用 所以這一點也是比較尷尬的部分 至於坦度的部分當然是我們鳳王佔優啦 鳳王就是一個非常坦的一個角色啦 但是就算吃到炎崩雙克也不自己會死掉 火系血牛同樣是我們鳳王得冠 至於他們四肢到底誰的體質比較強 我們這邊來看 其實玩家可以把攻擊力防禦力跟HP三者相乘之後處理1000 就會得到我們圖表中所謂的合計值 我們可以看一下合計值的部分 鳳王是9072 這個數據可說是非常之驚人的 其他火系寶可夢可說是完全沒有辦法跟鳳王批底的 但是這邊還發現了一個非常之驚人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炎帝的合計值這樣才7443啦 比起我們來西亞我們會有席多安恩低上許多 所以我們的炎帝目前看起來在火系傳說寶可夢排行榜裡面 體質算是偏弱的一隻角色 至於我們從火系招式來看 可以看到鳳王跟萊西亞姆算是不務正業的火系傳說寶可夢 常用的大招都沒有配置火系啦 這邊其實在火系傷害量來說是不是那麼理想的 不過當然也會有玩家說萊西亞姆也有過熱這一招 但是整體上來說比較少見啦 所以我們看到炎帝跟喜多安的招式主 還是炎帝稍微略戰優勢 畢竟他有過熱這一招打帶跑還是蠻強的 其中他的缺點就在於他的招式有點太單調了 是沒有太多的一個爆發性或者是有效果的情況下 炎帝在火系的發揮會比我們的喜多蘭恩好上一點點在招式組合的部分 這樣分析下來會發現炎帝在PVP好像有一點點難用 不然我們來看一下PVE的部分 畢竟有些PVP很爛的角色 但是到PVE的話因為招式組合不同的關係 他能夠崛起啦 但是很可惜了炎帝在這邊並沒有這樣 主要原因在於他在火系的攻擊裡面是排行在第11名的 因此如果我們算40等火系殺在排行榜不含暗影的系列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部分就是我們的Mega噴火龍 也由於噴火龍Y他本身的上升幅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贏過我們的X噴這一個啦 但是第三名的話則是我們傳說包空的萊希加姆 因為剛剛看到萊希加姆的攻擊力非常的高 所以排行在第三也是情有可言 第四名受惠於因為超級進化讓體質幅度上升之後 雖然本身並沒有社群招式也沒有是神獸的體質下 能夠達到第四名算是不錯的超級黑魯家 第五名的話則是我們這攻擊非常高的一個達摩沸沸沸 達摩沸沸沸沸是我們目前火系的寶可夢裡面 第四名攻擊最高的 至於我們的炎帝的話 這邊就沒有列出來他第幾名 因為才DPS在15.87 跟我們第五名17.7是有點落差 所以我們不知道炎帝是第幾名 但是所比PVE的炎帝表現也並不是這麼好 PVE也不用用 那到底炎帝能幹什麼呢 然後經過丹尼的調查 發現到未來的炎帝可能會神聖之火 這個非常強烈的火系招式 神聖之火這個招式大家比較熟悉的 可能是鳳王他原本的一個專屬招式 但是在原作的部分 在第六世代之後 炎帝其實也能夠擁有這一招 所以在未來的情況下 炎帝到底能不能拿到神聖之火 才有辦法改變炎帝目前的狀況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成都州的三週時間內 炎帝是第一個出場的傳說寶可夢 所以我們今天分析下來發現在PVP是有一點難有 比起目前線上主流的火系寶可夢而言 炎帝可能處境來說比較尷尬一點點 至於在PVE的部分 可能傷害面上也比不上目前主流的一線角色 因此我們大概只能期望未來的神聖之火 降臨在炎帝身上的時候改變他目前的情況 但是如果鳳王跟炎帝同時拿到神聖之火的情況下 那你還是認為鳳王會比較強一些 畢竟我們的鳳王坦度比較優異 在容錯率上來說 鳳王還是比較強力的一隻寶可夢啊 但是我們官方其實偶爾都會改一下技能組的數據 所以改天炎帝就瞬間爆發起來 變得非常強烈的角色也是說不定啦 就有可能打臉丹尼今天的分析了 不過我們目前炎帝的狀況確實是如此了 這一週是否要花綠卷去抓炎帝的話 玩家就自行評估了 今天炎帝的分析就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也由於目前是需要非常多資源 才有辦法灌神獸以及XL角色 所以丹尼在這邊甄選一下影片 如果你認為你自己的陣容非常強力 很狠非常冷門 需要丹尼去介紹的話 你可以錄製五到十場的對戰影片 然後放在Google雲端或是YouTube頻道之後 提供給丹尼下載 丹尼評估一下覺得可以的話 就會製作影片跟玩家們分享 如果你有在經營YouTube頻道 或者需要活動宣傳的話 丹尼也在同步影片中進行說明 所以就在這邊小小招募一下囉 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玩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資訊的話 可以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有第一資訊 就會馬上知道之外 也能加入丹尼的FB或IG粉絲團 玩家如果還有想跟丹尼有更多互動的話 也能在首頁加入會員的部分 目前有分成粉絲會員以及好友會員 粉絲會員能夠得到YouTube留言必回覆的狀況下 每日的影片都會在早上的時候就提供資訊 而且我們不定時會舉辦影片投票的大調查 最後的話還有丹尼限定的LINE群組可以加入 我們可以一起聊天一起討論寶可夢相關的資訊 好友會員的部分的話 就可以加入丹尼的Pokemon GO好友 遊戲目前的好友數量是200人 所以數量有限要盡情把握之外 不定期的直播都會提供給好友會員 有一個對戰丹尼的機會 喜歡的話可以考慮看看喔 你的支持都會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